欢迎收看GoMarkets每日的财经点评 我是Mike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昨天周四澳洲本地的情况 昨天澳洲股市幸运是冲高回落 虽然最后是一直在下跌 但是在尾盘的时候 非常幸运的最终是收在了几乎是原地不动 最后上涨的时候是仅仅只有0.2% 距离开盘的时候 上涨高达1.3% 差距比较大 中国股市在连续下跌之后 昨天终于开始回头 上海和深圳在最终下午两点钟 靠着神秘力量的推动 最终是收盘上涨分别达到了0.2% 那么欧洲和现在几乎来说是亚洲唱反调 亚洲反弹了 那么欧洲自然而然就开始轻微的回调 英国法国德国总体下跌 大约是在0.3至0.4之间 美国三大指数也是在连续上涨之后出现了下跌 但是跌幅依然是非常有限 大约只有百分之零点几 那么股市的下跌势必就会带来黄金的上涨 昨天金价终于从过去十几天的下跌之后回过了神 昨天金价从1215附近上涨回到了1225左右 油价也同样上涨了1.3% 目前回到了47.5左右的水平 距离三天前的44块钱 目前上涨幅度达到了9% 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下目前这个今天的热门话题 着重就是说的现在是这个隔行如隔山 投资呢 咱们不能靠笃性 那么每一次呢 我们在做活动也好 或者说是电话里面跟朋友们 客户交谈也好 我发现有一个通病啊 是普遍存在我们华人身上 就是说我们知道华人都很聪明啊 在国内也好 在国外也好呢 大家都很勤奋啊 都很节俭啊 特别是在国外呢 大部分的人都是变成了一人担当多个职位啊 变成了超人啊 又是管道工 又是油漆工啊 还能做菜 还能修园丁 所有的事情呢 都是一个人能够承担啊 这当然是个好事 但同时呢 也会犯一个错误 就会什么呢 很多时候呢 可能会过度的自信 因为很多事情呢 都能自己做 所以认为几乎没有什么 可以难得到自己的 这怎么表现呢 就是说 即便是我们自己没有接触过的行业 什么都不懂 也认为呢 靠着啊 这个我们看看书 网上查查资料 自然而然就能够学会 那其实事情呢 并非如此 我们知道 这个隔行如隔山这句话呢 并非是这个 说的是一两年的事 那 您处在不同的行业 只要稍微有一些偏离 其中的 我们知道表面功夫可能很好学 但实际的本质 却很难掌握 那即便是我们去花时间看书也好 去学习也好 你在短时间之内 始终是不可能领悟到其中的一个诀窍 那比如说我们在说到 把话题说回到金融 很多之前不是做金融的朋友们呢 可能看书也好 接触媒体也好 对金融比较感兴趣 觉得呢 这个可能也是像刷刷油漆 或者是做做地板 或者是割割草一样 花点时间 多练习练习 其实就可以 话这么说 虽然没有错 但是我本人觉得呢 在很多时候啊 我们这个行业 接触新的行业 我们是要去学习 需要去感触 但是更多的时候 我们也要尊重这个行业的专业从业人员 很多时候 我们更多的应该是向别人讨教 千万不要犯了 这个过度自信的错误 比如说我们知道呢 在国外啊 很多这个家庭 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 都会使用一个理财规划师 对自己的将来 以及呢 甚至于财富很多的时候 对后面几代人做一个规划 那么在国外 我们肯定听过很多 像欧洲也好 美国也好 有四五代 五六代传承的家族 家族 但是在中国呢 却偏偏有句话叫做 富不过三代 所以这句话呢 其实很贴切的反映出啊 咱们国人呢 有一种心态就是呢 我们炒房是自己炒的 股票也是自己买的 那自然钱就要自己管 怎么可以让别人来管呢 我才不会花钱去请那些所谓的啊 什么理财规划师啊 未来的这个金融理财师这些 为什么要花这个钱呢 自己都可以做了 其实并非如此啊 人家吃这口饭 花了这么多年的时间 天天在这个行业里面 并非是朗德虚名 西方国家从几百年前开始财富积累 那我们华人呢 应该说由于历史的原因 在过去五十年的时间里 甚至于五六十年的时间里面 根本就没有这个财富规划 这么个理念啊 所以说即便是我们在最近的一二十年里面呢 这个富裕程度大大提高 但是其实本质上 我们还是啊 整一个国家的国民都属于呢 是富一代啊 也就是说在我们之前 并没有理财规划这个概念啊 所以说我们知道呢 现在很多人啊 你说这个钱啊 在短时间之内积累起来 并非是像啊 这个老牌资本主义国家那样 慢慢逐步积累 而是通过暴力积累 某种行业突然的暴力啊 触发了很多啊 新兴的富翁 那我要在这儿说的是呢 其实为了长久稳定 为了以后我们这一代 我们下一代 甚至更多时候的一个稳定 我们要从开始的时候 就要打好基础啊 理财理财 不仅仅是考虑的是啊 买哪个股票 买哪个房子 这么简单 它是一个大局上的 把你的财富和资金 做出一个合理的规划 当这个金融风暴来的时候 当你困难的时候 你可以抵御住 这个才是理财 或者说我们的规划呢 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 就是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 那很多人呢 可能对这种概念是嗤之以鼻啊 但是我还是像祥林嫂一样 再跟大家说一次啊 理财规划师是从西方的资本主义市场 引进的啊 既然他们能够把这个资本玩得这么赚 那么自然就有我们应该学习的地方 不论大家的钱有多少 几万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几亿 在我看来啊 我们都应该做一个合理的规划 对未来的规划 这是对自己负责 也是对呢 我们的家人和后代负责 说完这些之后 咱们来说一说另外一个感兴趣的话题啊 很多朋友们说到呢 我们知道华人最爱的是啥呢 就是房地产和股票啊 那由于现在呢 股票的情况不太好 所以大家呢 热衷炒的或者嘴里谈的 都是这个地产啊 那地产呢 毫无疑问是过去十年 风非常疯狂的一个一个这个行业啊 那未来是否呢 地产还可以继续持有 或者是增加持有呢 首先我本人呢 并不是房地产的行业 所以说呢 我在对于某个地方的地段 这些专业的评论 我自然啊 无法说 但是我知道呢 世界上所有的商品也好 所有的产业也好 它都有一个高潮期期 低潮期啊 包括我们自己呢 对于某一项投资 切记不能 关这个重 我们说的比例过重啊 你说啊 这个龙虾啊 这个螃蟹 再好吃 你天天吃 天天吃 吃一周两周之后 我估计你一年都不想吃了 那同样我们知道很多话 比如说像什么鸡蛋 不要放篮子 一个所有鸡蛋 不要能放在一个篮子里啊 这个投资要分散啊 规划要合理啊 等等这些 大家都知道 那它想表达的意思是什么呢 其实最终根源上 想表达的意思呢 就是让我们不要有一夜暴富的想法 你说把财富分开 把这个投资分散是为了什么 是为了一个稳定 这边涨那边跌 这边高那边低 看上去不会有太大的变化 那有的人把所有的财 所有的钱财呢 是压在一个地方 一个产品上 指望着呢 靠它能够迅速支付 其实这种心态本身就是一个 想一夜暴富的短期爆发心态 那如果你是用这种心态去投资 去金融市场里面 即便是你第一次赢了 第二次赢了 最终很快还是会输 而且一旦输的话呢 这个损失会非常之大 那我在过去一直强调的是 咱们散户啊 在金融市场里面食物链中是处于底端 随时有可能成为炮灰 因此我们存活下来 跟在别人后面喝喝汤 就已经很好了 如果你能坚持喝20年的汤 相信你身体也会不错 要不然我们知道广东人 怎么那么喜欢煲汤 他们喝了几百年的汤 那广东现在经济不是挺好吗 所以要是我们也能坚持喝汤 那我相信我们的财富积累 也不会差到哪里去 所以说呢 像这个什么鸡蛋不要放篮子啊 分散投资啊 这些理念啊 关键的关键 就是让大家改变 希望要脑子里那种 一夜暴富 快速发财 最好中彩票 这种心态 如果这种心态不改变 那我可以说你在金融市场里迟早会摔跤 那今天说了一大堆这个我们说的这个大道理的话啊 咱们接着来回归 市场 今天说的一个产品呢 是咱们之前啊 说到应该说是上一个月我还是推荐产品 但是在过去的十几天走势相当之差啊 那是什么呢 就是现货黄金啊 由于我们知道这过去十几天啊 这个法国大选啊 这个小鲜肉上台之后啊 是股市大涨啊 那么股市涨了 黄金价格自然就下跌啊 这个金价呢 从最高的1300多掉到现在也快1200一点啊 那么连续下跌了十几天之后 在目前距离一个翻身似乎比较接近啊 虽然它在30分钟已经突破上涨 但是呢 从现在价格来看 在至少啊 具有参考作用的一小时图上还差那么一点啊 所以说如果黄金价格能够突破 这个维加斯通道上方 大约是在1232的价格以上 那么我们相信黄金将会有继续上涨的动能啊 所以说我今天为什么说这个黄金 就是因为呢 在连续下跌了两周之后 现在是再一次靠近了一个反转信号 我们可以引起重视 一旦上了1232 一两个小时不破 我们可以考虑进场啊 最后说一下今天晚上需要注意的事件 晚上十点半 美国的通胀数据 以及呢零售业销售数据 美国的通胀是美国美联储衡量 要不要加息的三大指标之一啊 另外呢 到十一点半 那美联储官员也会出来讲话 因此今晚上呢 对于美元以及非美货币的走势 还会有较大影响 大家要引起注意注意啊 那感谢您收看今天GoMarkets 每日财经点评 我们下周再见 我们下周再见 我们下周再见